好這個是我們今天的美工刀 之前已經有開箱過了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原規刀部分 那在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的說明書裡面都有各個模組的介紹 所以非常的建議大家仔細閱讀 好現在是原規刀 它其實是Burbacker的美工刀裡面不同的零件組合起來的 它會用到美工刀 原型電 這個是我們贈品的原型電 還有90度輔助器 這個90度輔助器其實是把我們的美工刀放在尺上的關鍵 另外就是原規刀本身 大概是這幾樣 接下來我們開始組裝 需要比較注意的是我們要先把 幾個美工刀 通用美工刀裝在90度輔助器上面 裝法從前面的影片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邊再說一次就是 很簡單就是把這支螺絲對上這個孔 然後這邊有凸起來這邊有凹進去 就把它對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把螺絲轉上去 然後把螺絲轉上去 好 大概是像這樣 接下來我們把上面這顆螺絲轉下來 然後拿出我們的 三用切割齒 大家可以看到三用切割齒這邊有一個槽 然後這邊有個孔 那這個其實是要給90度輔助器配合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 對上去之後 螺絲從另外一面穿過尺 然後鎖在它的鎖點 大概是像這樣子 到這邊我們就完成一半了 另外就是把圓規刀 一樣螺絲轉出來 扣的方法 從沒有鋼條的這一邊扣上來 扣上來 然後按下去 然後扣好之後 把螺絲套上 螺帽 放進尺的滑槽裡面 然後轉螺絲 大概是像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 切圓的圓半徑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尺上面有一個半徑的刻度 那它跟其他刻度是獨立出來的 然後我們的圓規刀這邊 中間有一條線 然後它一直連到它底端有一個凹槽 那量半徑的方式 就是讓這個凹槽跟線去對著 半徑這個刻度 例如說 我現在想要對半徑12公分 就是直徑24公分 我想要切這麼大的圓 那我就是把 圓規刀移到這個位置 好 對到12 然後把它轉緊 這樣子我們的圓規刀就設定完成 那通常切圓的時候我們會多抓一點 所以大概是這樣 好 至此圓規刀就算設定完成 另外就是我們這次群眾募資有達標的贈品 然後它是一塊圓形墊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保護 我們這個圓規刀的圓形的尖端不要去傷害到材料 那它是有一層保護層的 那把它撕掉之後 它就會是乾淨的亮面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不是刮傷請不要擔心 這塊圓形墊對的方式也很簡單 它中間有一個十字的準心 就是讓那個十字去對著我們要的圓形就好了 接著我們要開始使用圓規刀 這把圓規刀用法跟事實上的圓規刀不太一樣 它是可以單手操作的 用法是我們只要一隻手拿著刀 拿著這整個set 然後把圓形的部分對到我們的設定好的圓形 然後一隻手拿著刀 那我們拿的方式其實是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手是握著尺 尺面是斜的 然後是這樣子切 那另外有一個小petboard 通常我們是把材料定著 然後去轉刀 但是這一把的設計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更方便的切法 就是我們拿圓規刀的手不要動 我們去轉直 讓刀片維持在同一個位置 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在測試的時候發現一個還不錯的小技巧 那通常我們會建議 如果材料比較硬的話 我們第一圈不要切穿 就是我們先輕一點的畫第一圈 然後我們再繼續轉 這樣子也會比較準 所以我們蠻推薦這樣子用的 其實不管是不是圓規刀 所有的切 所有的美工刀切割 我們都會建議 一開始先畫輕一點 然後分多次畫 那這樣子會比較慢 但是這樣子手比較不會痠 然後可以做比較精準 比較漂亮 這是我們推薦的做法 好 所以像我們剛剛這樣轉直轉一圈 就好了 然後把圓規刀放旁邊 圓清墊拿出來 就直接是一個圓 大概就像這樣子 謝謝大家